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就是先做了一些关于死亡的圆满嘛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嘛 然后会去回想那些事情 然后就情不自禁的会流出来眼泪 就感觉自己其实有把那些东西有一些恐惧放掉 然后到了真正就是死去那一趴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离婚出窍了一样 就是首先是就自己的身体是那种干枯了 然后然后好像被被人按压着 然后就是被那个按在地上 然后那个然后自己的身体动弹不了 但是自己的灵魂好像已经做起来那种 就我其实已经记不太清了 但是当时那个感觉非常的真实 然后然后但是但是我知道 因为师父一直在一直守护着我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很害怕 然后然后发现就是 就很神奇 我不太会形容这种感觉 但是一定要体验一下才知道 是多么多么多么奇妙的一种体验 和多么美好的体验 然后然后就是 另外就是我觉得今天的这堂课本身讲的 关于死亡真是给我也有很大的一种认知上的冲击 就是算是在在认知上突破了以前对于死亡的一种很深的恐惧 然后慢慢的更能够去接受死亡这件事情了 然后我觉得这种认知的突破也是非常就是非常有益处的 然后这是关于死亡冥想的部分 然后另外就是 就是就是对 然后今天今天特别感动的一点 就是师父说一句话 就是说就是会给我们很多直接给我们很多礼物 然后然后可能我们会问说我们 我们凭什么能得到这些礼物 就是人类可能就是会习惯性的觉得自己 就是为什么会配得上这些礼物 但是但是师父说我们就是配 因为我们在接受那么多师父的负面的新闻 那些丑闻那些嗯视频报告 然后社会上的戏文之后 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坚定的选择了师父 这就是一种就这已经是对师父的信的全部的体现 然后师父就会把这些给我们 就是我我其实嗯我很少会就这可能是我第一次 就是嗯在师父说话的时候 就是情不自禁的流泪的一种体验 就是那种嗯发自内心的那种感动 还有一种就是真的 甚至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就是很爱师父 他能对我们这么好 就是其实我没有我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我我真的没有付出那么多 但是我能得到这么好的礼物 我觉得就是一个师父对我们最好的一个 馈赏和最好的爱了 然后就发现很感动 然后然后就是当时做那个 试破神一级二级点画嘛 做完二级点画的时候 呃我就感觉就是那个脊柱 它是特别清亮了 然后就中间好像是被呃怎么说被抽 被抽出去很多污浊的东西 然后觉得很轻松 然后就整个后背都感觉很轻松 我就知道肯定是就是师父已经把那些 不好的那些业链已经拿走了 然后又放了一些新的一些养分进去 就嗯就是你知道那种呃自己体验过这种感觉 就是更加的相信更加的开心 然后呃反正我我反正我是点画的时候 第一次有这么这么明显的体验 所以就嗯就就非常开心 然后嗯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也非常开心 就是我我今天给 我今天给师父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问嗯命运到底是有没有这回事 到底然后如果有的话能不能改变 如果没有的话又是呃怎么样一回事情 然后师父师父今天回复我第一次回复我说 说说你你你放心好了就是你是被我祝福的你能够超越命运 你是你是有意识的我已经给了你意识 然后我在这句话出来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然后然后我就知道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就一定能够活成我想要的人生 而不是按照无意识的命运去那样去生活 然后呃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一种祝福 因为这是活成了自己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灵魂想要的样子 而不是自己头脑想要的样子 然后这是一种就是对灵魂的嗯释放和解脱吧 可能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然后然后还有就是呃然后该第第四个点就是就超能力显化的时候 就今天显化我就感觉明显感觉那个就是在点化之后啊 就感觉非常的呃轻松 不知道嗯就是就是感觉自己用三眼的时候 那个三眼更加活跃了 然后呃会比之前就是去移动那些东西啊就更容易了 然后包括今天那个让那个纸悬浮 而我真的能感觉到那个纸好像就是就是有一些空隙和自己的手 虽然就那个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把手往下放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那个纸确实是好像轻轻的飘起来了一样 然后我觉得我也能就是通过慢慢的练习 就是不断的练习 然后也能够真正达成我想要的那个开了三眼那种样子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有慢慢的进步 然后就是还有还有就是我我最近不是最近我我现在开始那个就是师傅在分享知识的时候 我可能会跟我之前那些朋友就也也是一些灵性方面有交友的朋友就去分享这些就是知识上的内容 然后我去打字 就这样一方面他们也能了解到这些内容 另外一方面也能帮助自己记忆吗 然后但是其实我我说的内容肯定是没有师傅说那么多的 就是我内容已经缩缩水了就已经是可能抽取了一部分有一部分已经被我忽略掉了 但是就就是只是这些内容 然后我只是说了一下我们有什么点化内容 说了一下师傅讲了什么内容 然后就我的朋友们他们就就非常的就惊讶非常感兴趣 但其实我我心里想的时候你们其实根本没有填到这个课真正的精彩非常就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你们是不知道 但是就这些其实都已经足够让让一个人去动摇去就是说想要去参加师傅的课程 我觉得就是我其实非常幸运因为我我能够参加呃就是全程的这个三级课 然后然后获得的就是肯定是更多的东西 然后然后就哎反正就就特别开心 我觉得呃然后非常感动吧 我觉得今天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然后然后其实我在课程的呃一些中途就是可能不是一个大的节点 但是可能有些小的突然接到我的话 然后就是呃我我我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课课 但是可能因为就是没有来得及记起来就可能会真的会被遗忘 然后我想我下次可以就是就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就赶紧记起来 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收获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一定要来参加师傅的三级课 你真的能收获到你想不到的东西就是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我觉得就是不要犹豫一定要来 然后非常感恩感恩遇见师傅感恩 嗯这些课程的职业者们一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呃上这些课 然后也非常喜欢这些职业者们 然后非常喜欢师傅非常感恩谢谢 听到这里 台湿 这之前不是 Pascal 在There 全部都没有